目前世界衛生組織的部分 是說我們取齊的指數會降 12歲的小孩取齊的指數 是應該要保持在2以下 那目前我們台灣2006年的資料是 我們12歲換牙的小朋友 取齊指數是達到2.58 其實是追不上我們 世界衛生組織上面的一個標準 那這個部分呢 包含了有很多不一樣的一個措施 我們需要弱勢 第一個主要就是我們 三餐飯後的正確解牙的部分 那解牙的部分呢 其實不是只有刷表面 我們要刷的注重的是 一個牙齦跟牙齒的交接縫的部分 那還有家長呢 會問我說 那小朋友滷牙換牙換了就好了 那取齊有什麼關係 那事實上呢 其實在小朋友 從國小開始 這是一個混合齒葉的一個狀況 混合齒葉的意思是說 它的橫牙跟它的滷牙 是一起長在我們的口腔裡面的 那這個部分呢 只要是滷牙助牙 橫牙一定就會助牙 所以這是一個相互影響的一個 口腔的針對環境 所以在這個架構 在這整個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就有一個 幸運草的一個贊物計畫 包含了正確解牙 定期口解 然後使用含糜佛化物 還有一個正確飲食 那如果三餐飯後能夠加強一些 讓牙齒保健 讓牙齒能夠更健康的部分 例如說我們今天的一個 還有摘利頭成分的一個 苦香糖之外呢 這個就可以保護 讓我們的牙齒更健康 然後打到 幫小朋友打到一個 降低取齒 跟降低他們助牙菌的一個 活動度的一個方面的幫忙 恩 因為其實很多小朋友 會覺得刷牙很麻煩 或者一點都不有趣 然後我覺得現在有那個 摘利頭肚香糖 他就是告訴你說 你吃苦香糖就可以幫助你的牙齒保健 就覺得很棒 又可以吃糖果 又可以圍繞牙齒就不要這樣